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惊弦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持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杨鸟喵 第1030集 老黑下马 格宇手中提着奇心剑 眼睛一顺不顺的盯着眼前这个戴着古怪面具的老头 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戴着这个面具 难道就是为了吓唬人吗 那大祭司提着一把刀 在离着格宇四五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他身上散发出来一种气息 是格宇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既陌生又熟悉 还让格宇感受到了一丝当初五毒教那个大巫身上的几分气息 他懂得巫术吗 可恶的汉国人 这么多年了 我们一直躲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苟祸 你们还不放过我们 那就用你们的心血来高畏我们的神灵吧 说着那大祭司身形一晃便朝着格宇扑杀而来 手中的刀呼啸成风 一股刀缸猛然砸落 格宇顺势抬手用七星剑接住了大祭司的一刀 当得一声翠响 格宇身形往后倒退了数步 而那大祭司却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脚步一措再次跟上 手中的长刀接连不断地朝着格宇身上猛踢了几下 刀刀直逼要害 格宇不断挥剑招架住对方的长刀 然后大声说道 你们这些人还有完没完了 我们不是你们所说的汉国人 也没有要以你们为敌的意思 为什么你们要置我们于死地呢 汉国的贪子轨迹多端 你以为你这样说我就会相信你们 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那大祭司手中的长刀愈发凶狠 这种刀法古朴自然 犀利异常 是格宇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刀法 好像是专门为了杀人而研究出来的刀法 角度刁钻地让人发指 格宇跟对方一连过了几十招 好几次都险些被他的刀法重创 很快也激发出了火气 一个地盾竖朝着旁边挪开的十几米 那大祭司紧随而上 只是这一瞬间的功夫 格宇便催动了分魂术 两个一模一样的格宇出现在了左右两侧 那大祭司看到格宇的手段稍微淫愣 被格宇露出的这一手给惊了一下 不过很快再次揉身上前 跟那些士兵一样 汉不畏死 不过在自己的两个分身的护蚁之下 格宇渐渐地稳定住了局面 百忙之间 还用眼角的余光 朝着黑小色和黎泽剑的方向看了一眼 发现他们已经完全身陷重围之中 被数百个铁骑团团围住 按照这个情况下去 他们二人最终也难逃那禅木大师一般的下场 不行 一定要尽快解决掉这个大祭司 然后胡捉那个金甲将军 如此才会有一线生机 想到这里 格宇的眉心处快速地裂开了一道口子 紧接着鸿芒炸现一道凤魔刀 朝着大祭司的方向斩了过去 那凤魔刀甚至都没有化作刀的样子就迸射而出了 因为离着太近 那大祭司被格宇这神出鬼没的手段给吓了一跳 立刻用弯刀护住了胸口 凤魔刀击打在他胸口的弯刀之上 将其连人带剑击飞出去了七八米远 不等了大祭司起身 格宇的第二道第三道凤魔刀旋即又朝着打了过去 那大祭司惊恐地朝着一旁滚去 躲过去了第一道却没躲开第二道 顿时落在他的肩膀上 将整个手臂都切了下来 疼得那大祭司发出了一声杀猪般的惨吼 然而格宇并没有就此罢休 紧接着还有第四道和第五道凤魔刀朝着他打了过去 那大祭司惊恐之余突然大喊了一声 手中的弯刀隔空一条 有一匹战马被其力量牵引 踏空而起挡在了他的面前 接住了格宇的凤魔刀 立刻被凤魔刀从中间切成了两半 格宇微微一愣正要上前 就看到那沾染了一身马血的大祭司 突然盘腿坐在了地上 一只手高高举起了长刀 一下划破了手掌 将血洒落在了头顶之上 那鲜血顺着诡异的面具不停地流淌下来 随后他将那一直不断流血的手指向了头顶的方向 直接闭上了眼睛 口中大声念诵着一种奇怪的咒语 四周的气场顿时产生了极大的波动 有古怪的风从四面八方吹了过来 格宇不知道这大祭司究竟要做什么 接下来会有什么场面 却可以确信一点 他弄出来的这些手段来 肯定是要放出大招来对付自己 只是稍微愣了一下 格宇紧接着快步上前 一剑朝着大祭司的脖子上劈砍了过去 不成想 格宇的七星剑劈砍到他头顶上方不到十厘米的地方 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拦截了下来 好像是有一双手抓住了剑刃 格宇卯足了力气朝着下面压去 那刀锋却无法移动半分 这是什么手段呢 那大祭司只是盘腿坐在那儿 口中赫念咒语的声音越来越大 有种声嘶力竭的感觉 不多时让格宇有些目瞪口呆的事 不远处那些被老鬼和大妖杀死的士兵 伴随着大祭司咒语喝念声中 突然一个个爬了起来 重新捡起了战刀 朝着格宇这边猛坡而来 喉咙里还发出了野兽一般的低吼 一瞬间有那么一两百个士兵 全都在大祭司的污咒之下爬了起来 看到这般情况 格宇放弃了对付大祭司 脚步不断的后退 当前面几个死去的士兵迎面扑来的时候 格宇提前挥砍 还刺穿了对方的心脏 而那些尸体 恍若是没有痛觉 继续厮杀 即便是将对方的脑袋斩落下来 那些尸体还是能够继续挥舞 战刀厮 格宇脚步不断的后退 那些尸体大军越来越多 等下格宇深吸了一口气 再次挥舞出了手中的剑 将那七把小剑给甩了出去 七把小剑顿时燃烧起了蓝色的火焰 落在那些死去的士兵身上 那火焰很快密布到尸体全身 那些个尸体才纷纷地栽倒在了地上 即使因为那蓝色的火焰乃是灵火之力 能够灼伤神魂 格宇觉得应该是那大祭司动用了某种神奇的巫术 将某种灵体注入到了那些尸体之中 才会让他们死而复生 而灵火将尸体之中的神魂给灼烧 便失去了控制力 至于那大祭司将什么神魂力量注入这些尸体之中 格宇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现在格宇总算是找到了对付这些尸体的办法 身上带着上百道李火福 格宇一下就摸出了几十张来 朝着那些尸体抛洒了过去 李火福一旦落在尸体上面便会立刻点燃 蓝色的火焰熊熊燃烧 不过那些尸体太多 仍然是前仆后继地朝着这边汹涌而来 那大祭司在施展出这个手段之后 身体也是摇摇欲坠 那诡异的面具之上沾染了他自己的鲜血 看上去十分猙獰 短时间内是无法解决掉这些尸体了 格宇心中有些焦急 而在格宇对付这些死而复生的尸体的时候 黑小色和黎泽剑则陷入了敌人的汪洋大海之中 二人骑着战马一路冲杀到了那些骑兵的包围之中 一时杀的兴起 全然没有注意到这些训练有素的骑兵 已经再次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包围圈 将他们二人给重新包围了起来 尽管不断有人倒在他们的剑下 却还是有一波一波的人冲上来送死 此刻二人满身的鲜血 黎泽剑已经将神剑追魂寄了出去 在战场之中来回穿梭 收取敌人的性命 而他手中拿着的是那把跟神剑追魂融为一体的成影剑 黑小色提着那门板一样大的青红剑 连皮带砍 那些靠近他的骑兵 往往是连人带马一并被拍飞了出去 然而他们却没有料到一场巨大的危机 在悄悄地等待着他们 不远处已经架起了几架硕大的床弩 那床弩射出的剑是一根上百斤的长矛 突然间人群之中有人大喝了一声 那些围绕着黎泽剑和黑小色的人马 顿时快速朝着两边散开 当那些人群刚一散开的时候 就听到空中传来数声割破空气的炸响 七八个床弩同时瞄准了黑小色和黎泽剑 射出了那巨大的剑 等黑小色和黎泽剑看到那巨大的床弩的时候 两人也都吓了一跳 老黑 下马 黎泽剑惊恐地大喊了一声 从马上跳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那巨大的床弩已经迸射而来 其中有两道射在了脚马的身上 直接将那脚马扎出了两个碗大的血窟窿 将其带着撞飞了出去 黎泽剑在乐器之后便也有两道床弩朝着他打了过来 眼看着是避无可避了 黎泽剑只好挥剑去砍那床弩 那床弩需要十几个人才能拉动 力量何其之大 剑与床弩碰撞在一起 那股力量离泽剑也有些吃不消 虎口处当即被撕裂开来 心血淋漓 连人带剑都给崩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落在了地上 而黑小色也同时承受了数道闯弩的攻击 足有十几个人才能拉动的弓弩 猛然间迸射出来的力量堪比一个地先的权力一击 力量何其强大 黑小色还没来得及从脚马上跳起来 那三道巨大的床弩就朝着他打了过去 其中两道直接穿透了脚马的身体 另外一道从黑小色的肩膀处擦了过去 连皮带肉扯下了一大块 黑小色的身体也随着脚马一起被轰飞了出去 而且还被脚马给压在了身下 不等他爬出来 立刻便有着一群身穿黑袍的巫师快速聚拧过来 数把长刀就架在他的脖子上 黑小色刚要反抗 其中一人的长刀就扎在了他的肩膀处 疼得黑小色一抽 随后便有三四个人一起将黑小色 从那死去的脚马身下给拽了出来 然后一顿五花大忙 黎泽剑的成影剑脱手化作一道白芒 跟神剑追魂融合在了一起 不等黎泽剑起来 便有十几个巫师朝着他蜂拥而至 旁边还跟着七八个白马一丛 神剑追魂在黎泽剑的受益之下快速的折返了回来 不等那些人靠近便朝着几个白马一丛迸手而去 连着穿透了两个人 但是那些巫师却一个个跳了起来 朝着黎泽剑身上扑了过去 有人抱住他的胳膊 有人抱住了他的大腿 将其死死的压在地上让他挣扎不得 另外有人拿出了玄铁链子 将黎泽剑给五花大绑了起来 为了将他们二人给控制住 金竹部落的这些骑兵至少损失了一两百个人 单单是他们两个就杀了这么多 更别说格宇聚灵塔之中放出来的那些老鬼和大妖了 将他们二人给控制住之后 那金甲将军才在数位巫师的保护之下 来到了他们二人的身边 黑小色虽然被束缚住了手脚 不过他依然能够控制住那些红色的志虫 当即便有一群志虫放弃了自己的对手 朝着他这边飞了过来 黑小色觉得还能够补救一下 只是不等那些志虫飞过来 那金甲将军便一把将了长刀对准了黎泽剑的脖子 阴沉沉地说道 想要你这个朋友活命 就让那些吃人的虫子住手 那剑已经刺入了黎泽剑脖子处的皮肉 心血顺着刀剑滑落了下来 老黑别管我弄死他们 黎泽剑红着眼睛道 最终黑小色还是没敢轻举妄动 无奈地摇了摇头 好吧好吧 别弄我朋友 我保证停手 这般说着那些志虫还是飘飞了过来 不过悉数都钻进了他的掌心之中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子梦幽龙 多奖 石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羊鸟喵 第1031集 小城和宫殿 大势已去 两个人被这金贾将军的人给活捉了 就还剩下格宇一个人在苦苦支撑 而格宇那边并没有注意到黑小色他们那边的情况 当格宇施展出一招冰封十里 将那一百多个从地上爬起来的死尸都给冰冻住之后 便朝着那大祭司的方向冲了过去 在看那大祭司的时候 已经力竭倒在了地上 十分虚弱 不过旁边很快有几个士兵过去 将那大祭司给搀扶了起来 放弃你手中的法器 要不然 你这两个朋友都会被命 在那金贾将军的带领之下 十几个巫师分别押解着黑小色和利则剑 朝着格宇那边走了过去 格宇一看到两个人竟然被他们给活捉了 格宇的刀吸了一口冷气 站在那儿没敢再上前 不多时那金贾将军带着被俘虏的黎泽剑和黑小色 来到了格宇七八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再次重复了一遍道 将你放出来的那些鬼屋和大妖都挺少 还有你放下手中的武器 本将军不想再重复第三遍 小月不要听他的 你只要一放下法器 我们三个就要一起死 能活下了一个 总比三个人都死了得好 呼吱一声响 那金贾将军手中的长刀就刺穿了黎泽剑的大腿 黎泽剑一声闷哼疼得不在言语 下一次本将军的刀就对准他的心口了 那金贾将军将刀缓缓地从黎泽剑身上抽了出来 然后对准了他的心口窝 准备随时都要刺进去的样子 看到黎泽剑的痛苦不堪的模样 格宇的心一下子抽紧了 他明白只要自己一放弃抵抗 等待他们三个人的就有可能是死亡 可是格宇还是无法接受这两位兄弟死在自己面前的惨状 深吸了一口气 格宇沉声道 这位将军 我们本来对你们就没有任何的敌意 为什么你们非要独独相逼呢 只要我放下手中的剑 那我们三个人都要死 你当着我傻吗 呵呵 你有的什么 你放下法器不一定死 如果你不放 现在我就让他们两个人死 说着那金甲将军手中的刀 开始一点一点刺入黎泽剑的心口 有鲜血顺着刀尖滴落了下来 格宇的心一下子绷紧了 连忙将手中的七星剑一收放在了妖精 紧接着举起双手道 好 我放下我借 你住手 那金甲将军微微一笑 这才将那把刀从他的心口窝的位置挪开了 紧接着便有两个白马一丛 手里拿着铁链朝着格宇这边而来 还有人将刀抵在了他的身上 把你弄出来的这些妖怪和鬼物都收回去 那金甲将军又道 格宇只好照做 一拍巨灵塔便将那些老鬼和大妖全都收拢了回去 一道道各种严死的气息全都朝着巨灵塔飘飞而来 那金甲将军看上去十分的满意 点了点头 然后很快就有人将铁链子披挂在了格宇的身上 将其五花打绑了起来 带走 那金甲将军看了一眼格宇 手刀入鞘转身离开 随后三人被聚拢在了一起 分别拴在了一匹马的后边 被十几个人押覆着朝着金甲将军的方向走去 刚出禅目大师和另外两个特调组的人 遇到这些骑兵的时候 也不过是斩杀了对方不到一百人的情况下被活捉 而为了活捉格宇他们 对方付出的代价就有些太过惨重了 足足五六百人因此而丧命 便是战马也有两三百匹被斩杀 这还是在将近两千铁骑配合着很多修行高手的情况下 三人被活捉了之后绑在马尾上被拖拽着前行 那些骑兵开始打扫战场 将一具具尸体给收敛了起来 有些收敛不起来的死状很惨的被斩的七零八岁的就直接挖了个坑就地掩埋 连带着那些战马的尸体也被收敛 那些士兵在收敛尸体的时候 时不时的便会朝着格宇他们投来一些愤恨和畏惧的目光 愤恨的是他们三人杀了他们那么多的兄弟朋友 畏惧的是但凭他们三个人就杀了五六百人连带几百匹战马 这简直就是魔鬼一般的存在 尤其是被那些红色痣虫吞噬掉的人 此刻也就只剩下一副骨架 看上去是如此的触目惊心 那金甲将军对自己死了那么多手下仍旧是一脸的冷漠 好像是已经习以为常 由于那些士兵在打扫战场并不着急地离开 金甲将军便坐在了一块石头上 还有人给他递过来了水 他猛喝了几口将水囊浇到身边的副手手中 这个时候 有两个士兵带着一个身穿农家装束的汉子走了过来 一看到那农家装束的汉子 格宇他们三人的目光都闪烁着细碎的光芒 因为来的这个小子正是将他们带入埋伏圈的那个叫布方的探子 现在三人恨不得将其肆以施万断 那布方被带上前来 先是朝着格宇他们三人看了一眼 紧接着扑通跪倒在地 恭敬地给那金甲将军行礼道 骑兵小卒布方见过大将军 是你将他们三人引到了此处 禀告大将军 是我 嗯 本得不错 有赏 从今日起 你可升为百夫长 赐黄金百两 那大将军摆了摆手说道 布方顿时激动万分 连连磕头不止 很快就退了下去 黑小色看了那布方一眼 忍不住破口大骂 呸 他妈的逼逼小人 黑爷早晚要剥了你的皮 布方停下了脚步 转头看了一眼黑小色 一句话没有说 只是朝他冷笑了一声 这声冷笑更多的还是嘲讽 自己都被铁链子五花大绑了 依然是待在的羔羊 还有勇气要说杀我 难道不觉得可笑吗 过了没多久 那些人就已经收拾妥当 金甲将军骑上了白色的脚马 身边跟着几十个白马一从 当心朝着前面走去 而格宇他们三人被拴在马尾巴后边 一路拖拽着前行 三人身上除了沉重的铁链之外 还用一根长长的铁链连接了起来 被安置在了队伍中间 缓缓前行 黎泽剑被那金甲将军在腿上刺了一件 而且还是贯穿伤 这会儿也没有怎么处理 心血一直在流淌 也只能是咬牙硬挺着 被人催促着前行 稍微走慢一些 那马边就会落在后背上 格宇看到黎泽剑如此 心中有些不吃滋味 小声地说道 帝大哥 你的伤 不要管我 没有伤到骨头和筋脉 黎泽剑说着 回头看了格宇一眼 有些郁闷地说道 他神经小子就不该管我们 反正咱们落在他们的手里 早晚都是死 你还不如多杀几个人 咱们也不亏 咱们现在也不亏 杀了他们五六百人 怎么算都是赚的 只是觉得 有些憋屈而已 咱们来这里的一趟 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成 当天就落在了这些土著的手里 这才是让黑狗碗不能接受的 我想过什么都不管 直接打开杀戒 可是 当那将军的刀 刺入李大哥的身体里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接受不了 兄弟死在我眼前的样子 我觉得 我们现在还有转机 他们活着我们 可能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要不然就凭咱们 杀了他们那么多人 早就顾他们杀几百回的了 我靠 能让我们多活一会儿 肯定会死得更惨 说不定将我们带回去 当众凌驰处死 被火瓦个几千刀 还不如一刀砍了脑袋痛快 闭上你的乌鸦嘴 你吓得我现在就想一头撞死在这里 李泽剑没好气的说道 行了别担心了 我还留有后手 说不定有转机 咱们一切剪辑行事 格宇小声说道 李泽剑和黑小色不解的看了格宇一眼 都很好奇他留了什么后手 刚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有鞭子就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让他们不要再言语了 如此一行三人被押解着朝着前面走去 在经过一片小树林的时候 除了格宇之外 谁都没有发现 有两双血红的眼睛 一直盯着这个队伍 走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的光景 穿过了一片山谷 前面突然出现了一座城市 高大的城门 门口还有重兵把守 这座城看着规模不小 一声而见 由于这里的黑夜太过漫长的缘故 这会儿城门打开 穿着各种古代装扮的人来来回回行走 络绎不绝 这么大一座城估计能够容纳十多万人的样子 只是三人一直都没有搞明白 现在他们身处什么空间之内 那金甲将军骑着脚马缓缓入城 城市地面灯火通明 街道两边还有很多做小生意的人 显得很是热闹 当格宇他们一行三人被压着进入这个小城之后 顿时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当四周的百姓从那些骑兵口中得知格宇他们是外域人的时候 而且还是汉国的探子 顿时让整个城都沸腾了起来 还有人朝着他们身上愤怒地丢着烂菜叶臭鸡蛋 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对外域人这么仇恨 穿过了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 很快前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宫殿 金碧辉煌 走到这里的时候 那些士兵已经大部分都离开了 那金甲将军一直都没有理会他们三个人的意思 带着一部分白马蚁丛和巫师朝着那金碧辉煌的宫殿的方向走去 而格宇他们则被一部分高手押解着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看到那处巨大的宫殿 三个人不由地面面相觑 之前听闻那个叫布芳的家伙说 这个叫黑天狱的地方 总共分为四个部落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王 莫非就住在这个宫殿里面 不等他们细看 身后负责押送他们的几个高手 便大声催促着他们离开 继续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这个城市看上去还是比较繁华的 各种场所都有 茶馆九四一应俱全 三个人甚至还看到了这里有风月场所 有些个穿得花枝招展的女人 正在几层的木楼门口招揽生意 这倒是吸引了黑小色 不由得眼前一亮 他跟身后的格宇和黎泽贱说道 哎呦我去这里不错呀 黑哥要是没被绑着肯定进去瞧瞧 照顾一下这些姑娘们的生意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闲心导物这个 帝大哥你还真是无趣啊 人生载世总要有个念想 正所谓牡丹花下子做鬼也风流 临死之前还能够看到这里的美女 也算是一桩美事 你开心就好 黎泽贱白了他一眼 依然是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惊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石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杨鸟喵 第1032集 《夜狼后裔》 三人被一群面无表情的巫师和白马一丛 压解着穿过了小城 越走越是荒僻 最后直接出了城 朝着一座大山的方向走去 一开始还能够看到一些临死至彼的建筑物 而后便是一片草木横生的荒山野岭 走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之后 便来到了一座山壁前面 那山壁的附近坐落着几间房子 当他们三人被押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很快便又有一对人马走了出来 跟押送阁与他们的人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接 然后他们就被另外一批人带到了一个铁笼子的面前 那个铁笼子被一根巨大的铁链吊着 此刻就停放在三人的面前 很快有人上前打开了铁笼子 然后催促他们三人进入到铁笼子里边 接下来三个人都有些发慌 不知道这群人究竟想要做什么 只是稍微迟疑了一下 后面的人就拔出了刀 逼着他们进入了铁笼子里边 进去吧 没事的 格宇小声说道 黎泽健和黑小色看到格宇坚定的目光 心中没来由的踏实了一些 直想格宇说他有后手 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无奈之下三人只好钻进了铁笼子里边 等他们三人刚一进去便有人将铁笼子给关上了 而且还上了锁 随后旁边有十几个人开始拉动铁链子 然后装着他们三人的铁笼子 缓缓地朝着半山腰的方向升了上去 在高空之中 有一个像是滑轮的装置 吊着这个铁笼子不断上升 足足被吊起了一百多米 三人往下看的时候都觉得有些眼欲 好在当他们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铁笼子便悬在半空之中不动了 没想到的是在半山腰的地方 还有人在 有人用一个大铁钩子勾住了那铁笼子 朝着山壁上的一个过道拉扯了过来 这半山腰处也有二十多个人在 全都是巫师的打扮 身穿黑袍子 当铁笼子落在山壁过道上的时候 有人打开了铁笼子 将他们都给拉了出来 此时三人才看到 在山壁的半山腰处有一道巨大的铁门 铁门处也有很多人在把守 等他们三个人一从铁笼子里走出来 山壁上的那道巨大的铁门就打开了 这铁门刚一打开 从里边便有一股阴冷的风吹了过来 通体冰寒 让三人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阵 同时都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危机感 这他们什么地方啊 捡去 一个巫师推了隔鱼一把 冷声说道 此刻也由不得他们了 三个人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去做 朝着那铁门的方向走去 走进去一瞧 几个人才看到 原来这里竟然是一处巨大的山洞 山洞里边莫名的阴冷 起码比外边的气温冷上十几度 这里边不仅阴冷 而且潮湿 头顶上有道挂着的钟乳石 形状千奇百怪 山洞里边的山壁上还点着火把 忽明忽暗 将山洞里映照的鬼影重重 继续往前走 穿过一片狭窄的通道 前面突然豁然开朗 然后三个人就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但见在山洞过道的两侧摆放着很多棺材 这些棺材跟他们以往见到的那些都不同 因为这些棺材都是红色的 血红血红的 乱七八糟的摆放在山洞里边 看似毫无规则 其实是按照一定的方位摆放的 这些棺材密密麻麻 少说也有几千口 看得人眼晕 那二三十个巫师将他们一直押送到了山洞的尽头 然后眼前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尸台 尸台上面有很多像是十字架一样的铁架子 三人被带到这里的时候便分别被带到了那铁架子的前面 先是将双手固定在了铁架子上 然后又将双腿给禁锢住了 确保他们三人挣脱不开 将他们给绑到铁架子上之后 那一群巫师便静悄悄的离开了 至始至终没有人说一句话 此时黑小色有些慌了 诶 巫师说 你们将我们带到这里做什么呀 即便是要死 也让我们死个明白吧 然而那些人根本不理会黑小色 很快离开了这里 整个山洞静悄悄的 除了一口口血红的棺材之外 安静的能够听到彼此的心跳声 此时隔雨才发现这些禁锢他们的铁架子 上面有很多已经凝固住的血迹 有些已经发黑了 还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气 显然每一个铁架子上面都死过很多人 小月 他们在搞什么鬼名堂 这会儿连黎泽剑也沉不住气了 有些惊慌的问道 隔雨也想知道 为什么那些人要将他们三人绑在这里 这儿太安静了 等那些人离开之后 就变得更加安静 这个巨大的洞穴之中 就只有数不清的红色棺材 还有三个被束缚在铁架子上的人 谁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越不知道是什么 这种心中的恐慌感也就愈加的沉重起来 身处于这种环境之中 三人沉默了许久 都没有言语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过了大约有个十几分钟之后 突然从前方再次传来了脚步声 很快三个人就看到了 让他们再次觉得意外的人 但间那些个金竹部落的人 再次带来了几个人 这些人正是之前一直追杀他们的禅慕大师 还有那两个特调组的人 只是现在这三个人看来可比他们惨多了 看样子是应该刚刚经历过一番严刑逼供 身上衣衫破烂血迹斑斑 那禅慕大师一身僧袍全都变成了碎步条 这会他们三个人也被铁链子捆着 被二十多个人一同押解而来 然后纷纷绑在了格宇他们那些铁架子上面 当禅慕大师和那两个特调组的人看到格宇他们的时候 也显得有些意外 估计也是没想到他们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被这些金竹部落的人给活捉了 不多时 那些金竹部落的人便将禅慕大师和另外两个人 给固定在了铁架子上 然后一群人很快离开了这里 等那些人一走 那黑小色便阴阳怪气的说道 这不是禅慕大师吗 您老人家怎么也被带到这里来了 你说您一大把年纪了 不好好的在寺庙里待着吃斋念佛 没事过来瞎凑什么热闹啊 说着他又看向了那两个特调组的人 两位 不久之前我们在外边的时候被你们追得紧 你说说我们跟你们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至于这么跟我们死磕吗 还有用东黄忠那哥们 法器不错啊 你都被我们给活捉了 还有脸再追过来 现在好了吧 被这边的土著给活捉了 是不是很开心呢 那用东黄忠的哥们捞脸一红 沉生说道 我们只是按照上面的命令行事 神不由己 如果再重来一次的话 我还是会那么做 嘿 真是个鱼木疙瘩 他们让你死 你是不是要去死啊 阿弥陀佛 这位施主 这位施主 就不要再说风凉话了 现在咱们已经成了绑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还是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再说吧 老纳也无意与你们为难 只是受人之托 中人之事 西南局的人说 只是将你们生擒 并没有要动手伤你们的意思 你们为什么非要来这个地方呢 我去 大和尚 你眼睛是瞎了吗 啊 你没看到苏炳毅还带来了很多士兵 那机枪都开始吐吐了 是不伤我们 那是打算要了我们的命啊 都说你们出家人不打狂语 我看全部都是骗人的话 黑小色终于逮着机会了 对着那大和尚大骂了起来 那大和尚也不恼怒 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老纳也没有想到苏炳毅会这么做 他之前找到樊井山的时候 只是说让老纳出面降服几个人 没想到他 老黑 现在争论这些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倒是觉得禅木大师说的可能是真的 他并不了解苏炳毅的为人 多谢离时主体谅 禅木大师有些感激的看了离泽建议 黑小色的火气依旧是没有消 看向那个用东黄中的中年人 啊 你是西南局的 整天守着隧道口 是不是知道隧道里边的一些事情啊 啊 前不久我们抓住了一个舌头 问了一下 知道这个地方叫黑天狱 好像有四个部落 其余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些到底是什么人啊 那人抬头看了一眼黑小色 这才说道 守着洞口的时候 只知道在隧道里边的空间极不稳定 有可能会将人带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 具体的事情我们知道的也不多 只是接到命令守着洞口 不能让任何人进去 不过进来之后啊 通过对他们各种行为的举动了解分析 我们现在大体可以推断出这些是什么人啊 是什么人 几个人异口同声的问道 这些人就是在历史上神秘消失的古夜狼人 此话一出口 可与他们几个人都是面面相去 对于什么是夜狼人 他们几个人都没怎么听说过 就知道一个成语叫做夜狼自大 这位大哥贵姓啊 你如何断定 他们就是古夜狼人 歌语的语气变得缓和了许多 我叫曹德茂 在西南局供职已有十多年了 家就住在贵省 对于夜狼国的文化和传说 多多少少都了解一些 其实夜狼国一直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夜狼国被中原政权记述的历史 大致起于战国 至西汉成定和平年间 夜狼王兴统脅迫周边二十二个亿 反叛汉王朝 为汉室陈利所杀 夜狼国也随之被灭 他先后存在了大约三百年 夜狼国被灭之后 整个国家的百姓几乎在一夜之间神秘消失 不知去向 到如今这个古老的文明 在中原时期的记载中 都是留下了一团密雾 虽然夜狼国被灭 但是夜狼人还是由很多人存活了下来 却在极短的时间内都不知所踪 无论是夜史还是正史 都没有记载过这些夜狼后裔的去向 现如今看来 他们是举国搬到了这个地方 继续发展壮大 他们的思想 世世代代 还存留在汉朝时期 看他们现在的情况 还打算离开这个空间 重返人间 找汉国保守血痕 所以他们对外来人十分抵臭 只要有人进入了这个空间 他们就认为是汉国人的探子 不惜任何代价 也要将他们的性命留在这里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惊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石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杨鸟喵 第1033集 信不信由你 听到这个叫曹德茂的家伙解释 各与他们三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空间居住的人 竟然是消失了将近两千年的 夜郎古国的人 特调组的人 大部分都是科班出身 是既有手段也有文化 不像是格宇他们几个 从小就在山上待着 对于这些历史文化 基本上没什么研究 经过他这么一说 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对上号了 怪不得那些夜郎人一看到他们 那就跟黄鼠狼看到鸡似的 即便是死伤数百人 也一定要将他们几人给拿下 原来是将他们当成了汉朝的探子 因为是汉朝派来的 进入这个空间之内 打探他们夜郎国的底细 然后再将隐藏在此处的夜郎人一举消灭 夜郎人对于汉朝 尤其是西汉 是生物痛绝啊 那个叫陈丽的汉史 打败了夜郎国的部队 差点让夜郎国灭国 他们是怕了偌大的西汉 所以带着所有的夜郎人 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 进入了这个空间之内 杨精蓄锐不断的发展壮大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振雄风 灭掉西汉一统中原 岂不知外面的世界 经历两千多年的洗礼 早就改朝换代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整个汉朝也早就泯灭于 历史的滚滚红尘之中了 而这些夜郎人还保持着 两千年前的思想 将对汉朝的痛恨一代一代延续了下来 人口也在不断的繁衍生息 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 各与他们几个陷入了沉思 而那个曹德茂则继续跟众人说 其实当年夜郎国真不是一个小国家 实际《西南一列传》中记载 《西南一军长以甚术》 以夜郎最大 这表明夜郎国的确是当年华夏西南最大的国家 当时最为强盛的时候 光是精兵就有十余万 只是后来西汉的时候 当时最后一代夜郎王惹怒了汉朝 这才招来了灭国之祸 让夜郎国元气大伤 他们实在是怕解了汉朝 就怕汉朝哪天将他们夜郎国斩草除根 所以才会建议到这个地方 曹先生真是见多识广不学多才啊 听君一席话圣读十年书 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只是现在我还有很多地方不解 这里究竟是一处法阵还是一处平行空间啊 黎泽健客气地问道 都不是 此时另外一个特调组的人淡淡地说道 声音虽然小 但是让格宇他们三个人的心再次提了起来 黑小色联盲道 既不是法阵也不是空间结界 这到底是哪儿啊 这是在地下地球的内部 不过是通过法阵将人快速地转移到这处地下空间的 这个夜郎国必然有十分厉害的大巫师 才能有这样强大的手段 也想将整个夜郎国的人给转移到了这个地方 地下 我说这位朋友 你不要看我没上过学 就觉得我没文化 这谁家地底还有亮光 有白天有黑夜啊 难道这地底下还有太阳月亮不成 这是地球的深处 信不信有你 至于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奇怪的现象发生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跟你们解释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解释不清的东西 来自整个人类对于这个世界都知道的太少了 我之所以敢断定这里是地底深处 是因为被押解过来的路上 看到了几处只有地底深处才能找到的矿石 在我进入特调组之前 我所修习的专业便是地矿专业 此人三十多岁 他顺便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 叫做济培营 由于在特调组资历比较浅 大家伙都称呼他为小济 一开始他们这几个人都是敌对的关系 只是现在立场完全不同了 因为他们都落在了这些夜狼人的手中 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同盟关系 跟古夜狼人这种大敌相比 他们之间的那小小的恩怨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因为古夜狼人是要将他们这几个人全都置于死地 之前还恨不得将对方都给杀了 现如今都沦为了阶下囚 却莫名的生出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出来 人类还真是一种奇怪的感情动物啊 大家伙各自聊了一会儿 那禅目大师却是长叹了一声 啊 现在咱们说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即便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历又如何呀 这会儿他们将我们放在了这满是红色棺材的山洞里边 老那估计咱们已经没有几个小时好活了 禅目大师这般一说 众人的心情顿时变得沉重起来 现在身处这个环境如此诡异 那些夜狼人将他们丢在这里之后 立刻就离开了 好像这里有什么令他们感到恐惧的东西一样 他们杀了那么多夜狼人 而且夜狼人对于他们这些外遇人如此仇视 想要一个痛痛快快的死法都不太可能 杀时间 众人突然都开始沉默了起来 气氛变得更加的沉默 等待死亡还有未知的恐惧才是真正的可怕 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 那曹茂德突然看向了戈宇道 可道长 你的事我听说过 还有你们约翰小亮剑 是最近几年来风头最盛的一批江湖人物 紧随九阳花里白的步伐 前段时间还听说你们去了东南亚 将整个黑水圣灵教都给剿灭了 之前也跟你们交过手 果真不是浪得虚名啊 像是你们三位这么高的修为 怎么也落到了这些夜狼人的手中啊 哎呀别提了 这些夜狼人都是正规军 一动手便是几千人合围 打车轮战 我们杀了他五六百人 这才落在他们手中 说起来 我们也是中了对方的暗算 原本想找个舌头给我们带路 结果 却被那舌头带进了包围圈 太他妈悲催了 黑小色这正说着呢 突然间从那些红色的棺材方向 传来了一阵嘻嘶嘶嘶嘶的声响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正朝着他们靠近 一听到这个动静 所有人都等大了眼睛 朝着那些红色的棺材看去 正当大家伙都紧张不已的时候 突然间从那些棺材中间爬出了一只胖嘟嘟的小刺猬 正快速地朝着他们这边爬了过来 那缠目大师和两个特调组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黎泽剑和黑小色却是忍不住心中大喜 因为他们太熟悉了 这只胖刺猬就是格宇居灵塔之中那个胖妞啊 随着胖妞不断地靠近 身形也在不断地变大 胖妞跃上高台爬到了格宇的身边 哟小雨 你小子还留了一手 胖妞没被放进去灵塔 当初被那金甲将军威胁 我就留了个心眼 万一他们要动手 我也能随时脱身出来 不光胖妞在 还有一个 格宇正说着呢 突然间从那些棺材的中间 弥漫起了一团黑色的妖物 搬随着几声吱吱的叫声 一只灰毛大老鼠 也从那棺材中间爬了出来 摇身一变化作了一个尖嘴猴三的中年人 从棺材的一侧拿起了一个黑布口袋 提着就朝着他们这边小跑了过来 主人 我也来了 看到这两只大妖 格宇他们三人都松了口气 而那禅木大师等人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脸的懵逼 当格宇他们三人被那金甲将军的两千铁区包围 格宇将聚灵塔之中所有的老鬼和大妖 全放出去应战 这才斩杀了他们那么多人 其实格宇他们三个人杀的人并不多 大多数都是那些老鬼和大妖的功劳 整个聚灵塔之中的大妖和老鬼 加起来至少一百来个 来金甲将军让格宇收手 将那些老鬼和大妖全都收回去 格宇就都照做了 不过呢 留了个心眼 并没有将这些老鬼和大妖全都收回去 故意将胖妞和老鼠精给留了下来 这俩大妖十分容易隐藏身形 缩小之后随便找个洞口或者石头缝隙 夺起来也不会有人发现 反倒是凤仪和牙子这种杀伤力巨大的存在 最为引人注目 这就是格宇最大的仪仗 也是之前格宇跟黑小色和黎泽剑暗示说留的后手 这俩大妖出现不可谓不惊喜 然而更惊喜的还在后边 那老鼠精将黑布口袋给翻过来 倒在地上一堆东西 里边竟然装着的是几人身上的法器 包括格宇的巨宁塔和罗盘都在 另外还有几人身上用的法剑 甚至还有那曹德茂的东皇忠也在 同时还有那俩特调组的人用的法器 当初他们被押着进来 这处满是红色棺材的山洞的时候 法器全被那些夜狼人给收走了 也不知道这老鼠精是从哪找到的 主人 在我们进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洞口处有一间房子 房子的角落里边堆着你们的法器 我就偷偷取了回来 不过那大和尚的禅杖我没有拿 目标太大 不可带出来 不错 做得很好 格宇满是欣赏的看向了老鼠精 老鼠精啊 赶紧想办法把我们放下来啊 以前是黑哥瞧不上你 咱们俩之前还有个过节 这次事情过后 咱们俩的恩怨一笔勾销了 多多多些黑爷栽培 那老鼠精也很上道啊 将那黑布口袋丢在一旁之后 很快走到了格宇的身边 研究起了他身上的铁链子 这铁链子是用悬铁打造 异常坚硬 上面刻有一些限制修为的符文 不过对于修为并没有完全压制 并没有大家伙平时用的捆线绳的效果好 但是让人头疼的是 这悬铁链子是用特殊的钥匙才能打开 用外力很难破解 捆线绳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解开就可以恢复修为 那老鼠精拽着那铁链子是悄悄打打 还露出尖牙去咬 差点将那两颗门牙给绷断 这主人 这是上古玄铁 没有钥匙打不开啊 老鼠精十分无奈地说道 刚刚众人是满怀希望 以为可以逃脱升天 顿时这希望的火焰瞬间又破灭了 你们将法器偷出来的时候 就没有想着把钥匙一起偷出来吗 那个叫小记的人郁闷地说道 想是想啊 可是那些钥匙都挂在他们身上 那些人可都是不错的修行者 还没有动手估计就被他们发现了 铁鱼沉吟了一番 然后让老鼠精将聚灵塔给他拿了过来 放在了他的手边 这上古玄铁链子并没有完全将修为禁锢住 铁鱼还是能够施展出一些手段来的 暂且他轻轻用手拍了一下聚灵塔 玄疾从聚灵塔上飘出了一道金色的光芒 很快落到了地上 神兽牙子一晃身体当即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这又是老鼠精又是刺猬精的 就已经让人很是意外了 结果格宇又放出了真龙之子牙子 可把那禅目打尸他们给惊得不轻 也不知道他的聚灵塔之中 到底装了多少妖魔鬼怪 将牙子给放出来之后 格宇玄疾说道 牙子你喷点火看看能不能烧化这上古仙天 牙子喷出来的火焰是治刚治阳的纯阳烈火 石头都能烧化了 本身都带有隆气 说不定可行 目前呢也是只能一试了 当即牙子就走到格宇的身后 张开嘴巴鼓着腮汪子呼吱呼吱喘了几口气 鼻孔里都冒起了白色的烟雾 好像在酝酿着什么 样子有些萌 好一会儿之后才张开了嘴 喷出了一道细细的红色火蛇 将那上古玄铁链子给包裹了起来 还要避开格宇 不能让火焰伤到他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作者 《紫梦幽龙》 《猫兵》《猫朵朵》 后期制作 《羊鸟喵》 第一千零三十四集 《献祭圣主》 正在牙子想办法给格宇打开铁链子的时候 突然从正前方发出了一声轰隆隆的声响 好像是门打开的声音 不多时便有密集的脚步声朝着这边快步走来 一听到这个动静 格宇连忙将牙子给收了回去 然后看向老鼠惊道 你们来的时候不会被人发现了吧 没有啊主人 我们当时很小心的 把东西收起来 你们先躲一下 那老鼠惊连忙将格宇他们的法器给收拢了起来 然后跟胖妞跑到了那些红色棺材的后面 藏了起来 这两个大腰缸一走 便有二十多个人快步朝着这边跑来 一边跑一边还四周扫视 好像在寻找着什么 不多时 那些人便来到了绑着格宇他们的铁架子旁边 他们朝着格宇看了一眼 发现人都在 很快便将目光转移到了别处 起了怪了 放在屋里的那些法器怎么不见了 将军说要瞧一瞧那东方中 打算将那法器献给王的 这要是找不到那法器 我们几个人脑袋都要落地啊 其中一个巫师模样的人细极败坏地说道 东西即便是丢了 有不可能在这里啊 他们都被上古玄铁锁着 不可能取走那些法器啊 我们还是去外边找吧 使这马上要到了 要不然我们要死在这里边 另一个人紧张地说道 目光不停地朝着一些红色棺材的方向看去 额头上都已经冒出了冷汗了 走吧 时间很快就要到了 该到生主们享用鸡饼的时候了 咱们这个时候进来 本就是坏了规矩的 又有一个巫师模样的人紧张地说道 很显然 要不是那个金甲将军想要将东黄中献给他们夜狼人的王兴霸 他们是绝对没有胆子在这个时间点进入这个地方的 格宇能够明显感觉到每一个人站在这里 心情都是十分紧张的 有些人还不由自主地在微微发抖 从他们刚才的谈话中 格宇又得到了一个消息 他们说自己是祭品 而且他们六个人都是献给圣主的祭品 那圣主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那二十多个人死固了一圈 自然是一无所知 其中一个人一挥手 连忙带着众人朝着外边跑去 但是那些人往前跑了没几步 突然间从某一个红色棺材上面 飘飞出来了一个红色的像是乒乓球一样大小的东西 悬浮在半空之中 正好挡住了那些人的去路 那些正朝着洞口出奔跑的野狼人 很快就看到了那个红色的球状物 立刻吓得惊哄地大叫了一声 所有人都紧跟着停下了脚步 有些人在看到了球状物之后 身子一软直接跌坐在了地上 那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有那么可怕吗 格宇他们都有些不解 不明白他们究竟害怕什么 正在那些野狼人惊恐不安的时候 但见从不远处的棺材上 又有一个红色的球状物漂浮了起来 缓缓地朝着过道上移动 跟另外一个一同挡在了他们前面 随后这样的球状物是越来越多 也不知道是从棺材的什么部位冒出来的 一开始就只有两三个 而后便有十几个最后达到上百个之多 看到这么多红色的球状物 从那棺材里飘出来 那些野狼人真的是吓得一个个哭爹喊娘了 有些人直接摊坐在了地上 还有人跪在地上 朝着那些球状物不断地磕头 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喊道 圣主饶命啊 我们是封将军之命 进来找东西的 夜时心急忘记了时间 往是圣主网开一面 往我们一条生路吧 尽管那几个家伙是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那些红色的球状物 依旧是拦截在半路之中 不停地晃动跳跃 好像每一个球状物都是富有生命力一样 而且这物件还是越来越多 不主动攻击 就那么拦截在他们面前 也不知道搞什么鬼名堂 其中一个巫师模样的人终于扛不住了 大喊大叫着朝着洞口的方向奔了过去 眼看着就要靠近那些球状物的时候 突然便有一个猛然间朝那人撞了过去 这一撞不要紧呢 就只是稍微接触了一下那人的身体 那人瞬间就炸裂开来 整个人化作了一片血雾 连个骨有茬子都没剩下 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看到那球状物如此恐怖 被绑在铁架子上的几个人 全都吓得深吸了一口气 我得个乖乖啊 这是啥玩意儿啊 随着第一个人被那个红色球状物消灭之后 不多时那些球状物便缓缓地朝着夜狼人移动了过去 速度很慢 但是给人带来的压力 却让人透不过气来 从眼前数千具棺材里边 飘飞出来的球状物并不是很多 总共才一百多个 将整个山洞都映照得红彤彤的 有一个夜狼人估计就吓坏了 他虽然不敢从正面冲撞过去 便想着从那些棺材的一侧绕过这些球状物 然后逃脱一命 哪知道他刚跑出去没几步便又有一个球状物朝他撞了过去 这一次比上个人死得更惨 那个球状物刚一接触到那个人的时候 身上便迅速地燃烧起了红色的火焰 那巫师发出了一声歇斯底里的惨叫 只叫了一半便戛然而止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五秒钟的时间不到 那火焰就熄灭了 然后那人就变成了一地骨灰 最后一颗珠子从那骨灰之中飘飞而出 缓缓地朝着那些个巫师移动了过去 那些个巫师全都吓惨了 哀嚎着惨叫着痛哭着 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那些球状物仍然是缓缓地朝着他们靠近 并不断散开 呈显出将他们包围的架势 我说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咱们赶紧想想办法啊 这些人都死光了 那些东西肯定是要对付我们的 黑小色声音都有些发颤了 此时格宇才回过神来 连忙招呼了一声老鼠精和朋友 让他们赶紧过来 帮他们身上的铁链子给弄开 这会儿那些夜狼人自顾不暇 哪里还管得了他们呢 那些夜狼人想要将格宇他们 给那个什么圣主献祭 结果自己却成了祭品 此刻那二十多个人 被那些红色的球状物已经给包围了 所以格宇也不再有什么忌讳 直接将老鼠精和胖妞给重新叫了回来 随后又放出了牙子 继续让牙子去烧那玄铁链子 即便是神兽喷出来的纯阳烈火 烧了足足好一会儿 才将那玄铁链子给烧断 就这片刻的功夫 那些圆球状的东西已经不断的缩小包围圈 朝着那些夜狼人撞过去 格宇身上的玄铁被烧断了 心中总算是稍稍松了一口气 他一边将身上的铁链子脱掉 一边仔细去观察那些圆球状物体 越来越觉得这东西邪门 仔细观察了片刻 格宇才猛人间惊醒 这玩意儿还真有些印象 就是当初跟着师父在茅山派待的那些年 格宇没事儿就被师父逼着去茅山藏经阁 去阅读各种古籍 那上面记载的东西是千奇百怪 也有各种各样曾经出现过的妖魔鬼怪 此刻这些红色圆球状的东西 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叫做尸精 简单来讲就是尸体凝结出来的精华 然而这种尸精并不是什么尸体都可以凝结出来的 必须是有了很高的道行的僵尸才能够凝聚而成 究竟达到一种什么境界呢 很简单 就是所谓的成精尸 此刻四周有一百多颗这种尸精 也就是说整个山洞里边 几千具红色棺材里 已经至少有一百多具尸体修炼到了成精尸的境界 想到这里 格宇心头禁不住的猛的往下一沉 他大爷的 这些夜狼人还真是居心叵测了 这会儿格宇他们终于想到 这山洞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红色棺材了 他们就是想要死去的那些夜狼人炼化成僵尸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离开这里 去找汉王朝报仇雪恨 由于汉王朝当初兵强马壮 在兵力上远远超过夜狼国 所以夜狼国打算连死去的人都不放过 利用他们的尸体养尸 炼化出厉害的僵尸出来 等到某一天驾驭着僵尸大军攻打汉朝 如今两千年都过去了 还真让这些夜狼人炼化出了一百多具成精尸 这种成精尸如果是真的参与战场厮杀的话 足可以以一当百 甚至当一千 杀伤力呢是很恐怖的 主要是人类本就惧怕僵尸这种刀枪不入 又长着獠牙利齿的可怕存在 一般还没有开始拼杀 这底气就弱了很多 大多人都会转身逃跑 想到一百几十区刀枪不入的成精尸上了战场 冲杀入万人大军中的场面 那绝对是一场血腥的杀戮 一瞬间格鱼想了很多 将身上的沉重的上骨銜铁链子丢在地上 又连忙催促牙子 去解开黑小色和黎泽剑身上的铁链 就在这个时候 但见那些诗精已经陆陆续续各自寻找到了目标 朝着那些夜狼人的身上撞了过去 当那些诗精撞在人身上的时候 那些人总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死法 有些被火焰迅速席卷全身 瞬间烧成一片肥灰 有些则是将人撞成一片血雾 尸骨无存 还有些诗精粘在那些夜狼人的身上 光芒打盛 很快将血液和精华抽根 将人变成一具干尸 一会儿的功夫 二十多个夜狼人基本上都没什么反抗之力 陆陆续续的被那些诗精给杀光了 那些夜狼人也有奋起反抗 但大多无济于事 最后还是难以逃脱被杀的命运 随着那些夜狼人一个个相聚死去 很多诗精没了目标 便开始朝着被固定在铁架子上的缠目大师他们飘了过去 目睹那些夜狼人的惨死 缠目大师和那两个特调组的人吓坏了 尤其是那俩特调组的人 惊恐不安地看向格宇 曹茂德大声喊道 格宇 快点 想办法帮我们解开啊 那些东西已经朝着我们飘过来了 那些尸体上面有钥匙 想办法取过来 等牙子将我们身上的铁链烧化 我们早就死瞧瞧了 黑小瑟也在一旁催促着 格宇已然脱身 牙子正帮着黎泽剑解身上的玄铁链子呢 但是那一百多个诗精已经全部将夜狼人给杀光 正缓缓朝着他们这边逼近 现在这些诗精每一个都像是有生命似的 或许是觉得绑在架子上的人 都是岸盘上的鱼肉 并不急于弄死 像是猫在戏弄无处可逃的老鼠一般 格宇从地上捡起了法器 七星剑 巨灵塔 罗盘 还有装着各种俘虏的袋子一一挂在了身上 当那些诗精离着他们还有七八米的时候 格宇深吸了一口气 在想如何对付他们的办法 诗精是成经诗炼化出来的能量 归根结底是一种极音植物凝聚出来的力量 他们所惧怕的无非就是一些治刚治阳的东西 想到这里 格宇突然灵机一动 有了办法 从身上摸出一张云雷符来 掐了几个法杰朝着最前面的几个诗精打了过去 云雷符化作一道光 很快撞在七八颗诗精上面 然后轰然炸响 炸出了一道雷芒来 当即便将那七个诗精给击中 化作道道白烟 消散于无形 还有一些细小的雷芒击中了旁边的其余几颗 让其有些摇摇欲坠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精贤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郭甲 石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羊鸟喵 第1035集 巨灵塔的吞噬之力 当格宇的一道雲雷符解决了七八颗诗精之后 其余的诗精终于感觉到了危险 突然呼拉一下 全都分散开来 随着那七八颗诗精陨落 就听到不远处的几口红色棺材突然发出了咔咔的声响 物资碎裂开来 从那棺材里边有几具干巴巴的尸体滚落了出来 这些尸体身上还穿着盔甲 艰难地在地上爬动了几下 然后身上便有阵阵的白色尸气大量的外泄 爬出去没几步之后便爬在地上一动不动 这些诚精诗炼化出来诗精之后 便用这些诗精来汲取活人身上的能量 以此来增加自己的道行 而知道 隔禹一张至刚至阳的云雷符过去便消灭了七八颗 一下便将那成精师体内的能量给消耗光了 成精师很快就变成了普通的尸体 了无声息 如果是这些成精师的本体出来 别说是一道云雷符了 就算是两三道 都不一定能够消灭掉一具成精师 隔禹露出来的这一手 让其余的诗精感受到了危险 同时也让那些棺材里的成精师感到无比的愤怒 估计他们在这里待了那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大亏 一时间洞穴之中夹杂在上千具红色棺材其中的一百多具 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 隔禹甚至还能够听到那棺材里边沉来的愤怒的咆哮之声 下一刻那些诗精快速分散开来 然后从三面朝着隔禹这边撞了过去 想要联手将隔禹置于死地 一百多颗诗精同时撞来速度很快 陈木大师和那两个特调组的人是吓得瑟瑟发抖 那俩特调组的人直接闭上了眼睛 心里想的是这次肯定要没命了 就在这个时候 隔禹突然从身上再次摸出了一样发气 便是那毛山的镇山之宝居灵塔 隔禹将居灵塔朝着地面上一抛 那居灵塔陡然间变大 金芒璀璨浮纹闪烁 当那些诗精眼看着要撞在隔禹身上的时候 却突然遭受到了聚灵塔的牵引 一颗一颗的竟然被聚灵塔给吞噬了进去 那些离了隔禹最近的 本来是要朝着身上撞去的 没成想一颗颗却成了紫头罗网 反倒是被聚灵塔给吞噬了 聚灵塔本就是毛山的镇山法器 凝聚了无数毛山祖师的念力 而隔禹此时又是鬼仙境界之上 催动起这聚灵塔来更是威力非凡 这聚灵塔本来啊 就是震慑各种阴煞之物的无上法宝 这些石巾过来不是自投罗网那才奇了怪了 一时间至少有五十颗石巾被聚灵塔给吞噬掉了 其余地感受到聚灵塔的恐怖吞噬之力 不敢再靠前了 各自又快速地分散开去 只是这一次那些石巾不再盘旋在隔禹周围了 而是纷纷朝着山洞里的那些棺材飘飞了过去 不见了踪影 随着那聚灵塔吞噬的五十多颗石巾 又有几十口红色棺材纷纷爆裂开来 从那些棺材里一句句穿着盔甲的尸体滚落了出来 这些尸体身上不断有大量的尸气飘散 有一些道很高的石巾还能够从地上爬起来 朝着格宇这边跑上两步才栽倒在地 格宇看到这个情况 连忙将聚灵塔给收起来 从高台之上跳下去奔向了那些夜狼人惨死的地方 那些人身上有那上古铁链的钥匙 人虽然是死了但钥匙还在 但凭牙子去收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格宇在四周快速扫尸了一圈 很快就在一个尸体身上找到了一长串钥匙给取了下来 这时候很多棺材已经纷纷碎裂了 那些被聚灵塔吞噬的尸精的成精尸最终没有一具跑到格宇身边 而那些尸精回到成精尸体内之后 棺材也随之碎裂开来 而这些棺材里面跳出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成精尸 成精尸这种邪物是常年累月靠吞噬活人身上的精气 才形成的一种力量强大的僵尸 而这种成精尸并不是自然形成的 是古夜狼人通过某种巫术炼化而成 这种僵尸跟一般的僵尸不同的是 除了具备普通僵尸一切的特质之外 就是身体灵活 膝盖和手臂能够弯曲 而且具有一定的简单思维 对于各种俘虏和法器的抵抗力 也会更加强大一些 尸精回到成精尸的体内之后 那力量和其强大 格宇消灭了连一半都不到 大部分的成精尸都从棺材里跳了出来 发出生生的嘶吼朝着格宇这边扑杀过来 格宇捡到钥匙之后都没敢回头去看一眼 转身就朝着高台之上奔了过去 等他到了高台之后 牙字已经帮着黎泽剑解开了上古铁链 格宇伸手将钥匙朝着黎泽剑抛飞了过去 大声说道 黎大哥 把他们解开铁链 我来先抵挡一下这些成精尸 黎泽剑不敢耽搁 更顾不得腿上的疼痛 接过钥匙之后 一拳一拐地便朝着黑小色那边走了过去 当初金甲将军为了威胁格宇朝着黎泽剑腿上刺了一剑 虽然没有伤到筋骨 却也流了不少血啊 那些个成精师足有七不十个朝着格宇这边呼啸而来 格宇就站在高台之上将手中的七星剑高高举起 登天气海一阵剧烈的翻滚 这一刻 格宇将身上所有的灵力都凝聚于手中的七星剑之上 寻雷七星 格宇一声大喝 手中的七星剑重重的劈砍了下去 这一剑低于出去 那七把小剑很快脱离了剑身 每一把小剑之上都有蓝色的雷芒闪烁 琵琶作响 朝着那些猛冲而来的成精师撞了过去 当先铺上来的十多具 没有多闪开来 被那七把小剑给撞了个正着 穿铁而过 那些个成精师一个个倒飞了出去 身上闪烁着雷芒 被白色的湿器给包裹了起来 在格宇全力应对这些成精师的时候 黎泽剑已经一一快速将黑小色和禅木大师等人 解开了上古玄铁链子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活起来 这简直就是捡了一条命 当初看到那些成精师朝着他们扑过来的时候 还都以为都死定了 没想到格宇的聚灵塔大显神威 关键时刻竟然吞噬了五十多个尸精 几个人手忙脚乱将身上的铁链子给丢在了地上 然后将各自法器从那儿捡了起来 在格宇一波云雷七星消灭了十多个成精师的时候 那些个成精师快速地分散开来 有些还跳到了山洞的顶部 像是壁虎一样贴在上面 牙子一声爆喉 直接从高台之上冲了下去 迎上了前面扑杀上来的几具成精师 一张嘴便是一道十几米长的火焰席卷而去 将五六个成精师给包裹了起来 烧成了几个火人 然而这个山洞里边不光是只有成精师 而且还有很多其他低等级的僵尸 随着一口口棺材爆裂开来 很多尸体也从地上翻身而起 加入其中 一同朝着他们这边扑了过来 此时的格宇才意识到 事情已经有些控制不住了 现在就等同于是捅了马蜂窝了 集千具棺材 谁知道到底有多少具僵尸已经成型 别说千具了 就是百十具 也不是他们区区几个人能够肯衡的 面对这么多僵尸 格宇突然萌生出了一种苍白无力的感觉 快找找 这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出口 黎泽建当即立断 带着两个特调组的人在高台四周寻找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能够离开这里 而禅木大师和黑小子则留了下来 帮着格宇去对付那些尸巢 随着棺材一个个爆裂 将尸是越来越多 各种等级的都有 牙子一开始还很凶猛 在撞翻了十几具僵尸 又喷火烧着了十多具僵尸之后 终于也是顶不住了 转头朝着格宇这边跑了过来 此时 黎泽建带着两个特调组的人朝着那高台四周分头寻找 还别说这一找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条出路 是那个叫小记的特调组的人 在山洞的一个角落找到了一条通道 黑沉沉的也不知道通往什么地方 发现这个通道之后 小记连忙大喊了一声 这里有条路 大家快过来 黎泽建凑过去一瞧 灯下也过不了那么许多了 逃命要紧了 然后朝着格宇那边大声招呼 小鱼 这边有条路 往这边跑 那边格宇等人已经是顶不住了 那狮群像是法拉风一样朝着这边涌来 还有一些从头顶上跳下来 直接往他们身上扑 三人是且战且退 很快跟黎泽建他们碰了面 一行人以最快的速度朝着那个通道里边跑 这是一个长长的涌道 里边并不宽敞 最多能够容得下三个人并排走过 不过在涌道的两侧有万年灯 火苗忽明忽暗 一直蔓延到很远的地方 黎泽建带着两个特调组的人 跑到最前面 看到这涌到两边的万年灯 心中不禁疑惑 一般有万年灯的地方啊 就说明是有墓葬 难道前面是一处很大的墓葬吗 万年灯里边的油脂 传说是一种海礁身上的油脂 燃点很低 只需要一点便可以燃烧千年 乃至万年不灭 能够用得上海礁的油脂做灯油的墓葬 生前必然是非复即会 荣耀万分 这涌到不是很长 几十米之后就到了尽头 但是在道路的尽头 却出现了一道石门 石门的两侧有两头石牛 卧身在地 高昂着脑袋怒目圆睁 这里就是涌到尽头了 已经无路可走了 走到这里的时候 三人都停了下来 格宇和禅目大师 他们就离着有十几米的地方 拦截紧随着他们而来的那些成经师 也得亏这庸道狭窄啊 一时间容不下太多的成经师进来 大多都给堵在了外边 前面冲进来的那七八个成经师 仍旧是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格宇连凤魔刀都寄出来了 奔随着凤鸣之声 几道凤魔刀接连朝着那些成经师 把成经师打去 将其一个个打翻在地 路是大伙一起选的 没有退路 要么大家伙被成经师 灭杀在这个庸道里边 要么寻找到一个新的出口 离泽建和那两个特调组的人 停在那两头石牛的面前 个子上下扫量了几眼 脑门上都急出汗来了 这时候那个叫曹德茂的人 仔细看了一眼这厚重的石门 突然跟众人道 这道石门是一道木门 里面肯定有一处十分大的墓葬 这石门十分厚重 如果我们能够躲在墓门后面 或许能够有一些生计 关键是怎么打开 你知道这木门的机关吗 之前在贵省发现过叶狼人的墓葬 叶狼人喜欢用牛 来做他们种族的图腾 之前咱们进来这个空间的时候 也是因为有人将鲜血 洒落在了一个石牛浮雕的身上 这才打开了空间的禁止 将我们带到了这里 我觉得要想打开这道木门 估计也跟石牛有关系 需要通过血迹的方式才能打开 曹德茂诱到 庸入永道里的成经诗是越来越多 格宇他们三人在不断的后退 已经快要逼近这处木门了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子梦幽龙 多奖 石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喵 第1036集 《给我一个痛快》 黎泽剑再次仔细打量一眼这道木门 木门的两侧就有两个石牛 而木门之上也有不少牛的浮雕 时间等不及了 黎泽剑将神剑追魂拿了出来 一下割破手掌 将血滴在了石牛的脑袋上 曹德茂看到黎泽剑如此也没有犹豫 也跟着划破了手掌 将血滴在了牛头上 另外那个叫小记的人 看到木门上有牛的浮雕 也割破了手掌 将血不断地涂抹在那些浮雕上面 却也不知道是哪个人的鲜血触动了机关 当木门前飘散着浓郁的血腥味的时候 那道石门突然轰隆隆地自己打开了 看到这一幕黎泽剑激动不已 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如果这木道不打开 他们这些人肯定要死在这木道之中 木门打开了 大家赶紧进去 黎泽剑声音有些发颤的大声喊道 真是太激动了 说吧 他首先招呼着两个特调组的人 进入那木道之中 格宇和黑小色听到黎泽剑的招呼 也是且战且退 朝着那木门的方向不断地靠近 这会儿木道里的成经师越来越多 还夹杂着很多其他类型的僵尸 要不是这木道狭窄挤不进来更多的僵尸 这会儿他们几人早就被那僵尸给生吞活剥了 你们先走 我来断吼 禅木大师怒吼了一声 突然间双掌一拍 浑身尽气爆炸 一下子拍在了一具猛冲过来的成经师胸口 将那成经师给拍的倒飞了出去 连带着撞倒了后面一大片的成经师 现在不是磨叽的时候 格宇招呼着黑小色转头就跑 很快就来到了牧师的门口 回头去看的时候 发现禅木大师也转头朝着他们这边奔了过来 只是刚跑了没几步 突然间从木道的顶端一具成经师扑了下来 正好落在了他的身上 一下将禅木大师给扑倒在地 更可怕的是后面那道木门 已经开始缓缓地降落下来 发出了轰隆隆的声响 再不进去 三个人都要被隔绝于牧师之外 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格宇和黑小色还有进入牧师的时间 但是这样一来 禅木大师肯定被这些成经师给撕成碎片了 怎么办 将禅木大师扑倒在地的成经师 一口就朝着的脖子咬了过去 禅木大师脑袋一偏 那成经师的牙齿就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当即就咬出了几个血窟窿 疼得禅木大师发出一声惨哼 他抬头朝着格宇他们这边看了一眼 满眼的绝望和无奈 依然不想着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在这关键时刻 格宇还是无法放弃禅木大师 他正是牺牲自己救下所有人的性命 只是迟疑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格宇便朝着禅木大师冲了过去 小语 你他妈不想活了 黑小色大骂了一声气得要死 此时那巨大的木门已经降落下了一半 还在不停地往下降 无奈之下黑小色将青红剑寄了出来 同时用灵力催动的如同门板大小 正好镶嵌在了那木门的下面 由于被青红剑阻隔 那木门顿时被卡住了 不过仍旧在缓缓地降落 青红剑有些承受不住这木门的力道 已经被压弯了下去 感觉随时都要被崩断的样子 这时候黎泽剑和那两个特调组的人也凑了上来 将自己的法器也放在了木门下面 阻止他继续往下降落 而格宇已经瞬间奔到了禅木大师身边 挥起了手 朝着成经师的脑袋上一拍 将那成经师给拍飞了出去 那成经师连皮带肉 将禅木大师肩膀上的皮肉给扯下了一大块 禅木大师疼得发出一声惨叫 格宇顾不得其他了 连忙又从身上摸出四五张云雷符来 朝着后面密密麻麻的成经师拍了过去 接连几声爆响 那几张云雷符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至刚至阳的力量不可消去 一时间雷鸣轰轰 蓝色的电流四处流转 前面的七八具成经师被崩飞了出去 格宇一把抓住了禅木大师 朝着木门的方向奔了过去 二话不说 直接将禅木大师丢到了木门的后边 那木门已经降下了不到一米的位置了 眼看着四把剑都要尽数崩断 黑小色看到格宇折返了回来 一个前扑便钻进了木道之中 格宇紧随其后也翻身进入 当所有人都进入牧室之后 黎泽见他们连忙将撑住木道的剑 给纷纷拔了出来 饶是如此 在木道门眼看着就要闭合的那一刻 还是有两具成经师将大半的身体给钻了进来 不过他们被巨大的牧室门给压住了上半身 只有大半个身子钻了进来 被压住的那两个成经师依旧是张牙舞爪 喉咙里发出沉闷的低吼 那石门还在不断的下沉 感觉很快就要将那两具成经师给压成两截 格宇快速起身 从身上拿出两张阵师符来 分别贴在他们的脑门上 那两具成经师才彻底的消停下来 格宇 你快瞧瞧 蝉木大师被咬了 应该是中了尸毒 有没有破解的办法 曹茂德已经将躺在地上的蝉木大师给搀扶了起来 他的肩膀上 刚才被一具成经师给咬了一口 好大一个血窟窿 现在流出来的血液已经发黑 带着一股浓浓的恶臭味道 越是刀很高的僵尸 牙齿上带着毒就越是猛烈 尸毒发作的也很快 成经师算是很高等级的僵尸了 如果不及时把尸毒给拔出来 蝉木大师用不了两个小时 就会发生失变 变成一种普通的僵尸 没有意识地行尸走肉 格宇凑到蝉木大师身前看了一眼 那伤势的确很重 此刻蝉木大师脸色都已经发黑了 身子不由自主地微微发抖 额头上冷汗层层 牙齿紧咬 明显就是中了尸毒的迹象 老 老那不行了 你们不要管我 现在给我一个痛快就好 你们能够将我从那些 沉浸时的口中救出来 让我留一句诠释 老那就已经十分感激了 感激动手 何不想死后 变成一具没有意识的怪物 什么大师 把心放在肚子里 有小雨在 你是不会死的 你也不想想他是什么人 正宗的毛山弟子 他有一百种办法帮你解开尸毒 此话一出口 众人纷纷看向了歌羽 这才想起来 歌羽是毛山派的弟子 而且辈分极高 毛山派对于僵尸上面的研究 算得上是天下第一了 歌羽 那成不大师还有救吗 他可是被长青石给咬了呀 那曹德茂小心翼翼地问道 有叫 歌羽说着便从身上摸出一张俘虏来 又拿出了一瓶矿泉水 当时那老鼠金 将他们东西带来的时候 还带了一个包裹 里边还有几瓶水 但是黑小色和黎泽剑的包 他并没有带来 目标太大 歌羽喝了一瓶矿泉水 然后用箭将矿泉水瓶斩成两瓶 里边还有小半瓶水 随后歌羽从身上摸出了一张 专门用来拔除湿毒的俘虏 烧化了之后 将那俘虏的灰烬洒在了水里 让那禅木大师一口喝下 这口浮水喝下去之后 禅木大师的身体抖动得更加厉害了 脸上青筋抱起 眼睛通红 歌羽很快将一只手放在了禅木大师的后背上 暗暗催动灵力 帮着他疏通经脉 同时将扩散在体内的尸毒给逼出来 当歌羽的手掌拍在禅木大师的后背上的时候 他肩膀上的伤口便开始咕咕地往外流淌出黑色的血液来 将他那一身僧袍都给尽透了 好一会儿之后 等到伤口出的剧液流出来的香红色的时候 歌羽才停下了手 然后又从身上拿出一张浮露 在手中轻轻一晃给点燃了 猛地一下子拍在了那伤口之上 随着一阵青烟冒起 并且散发出了一股烤肉的味道 陈木大师的身体再次绷紧 眼睛翻白 疼得差点昏死过去 不过那开口极大的伤口 在腹脂的烧烛之下很快就愈合了 这样能够阻止血液流失太多 保住性命再说 做完这些之后 歌羽又拿出来了薛家药铺的两颗补气凝血的丹药 让陈木大师给吞服了下去 喘息了几口气 陈木大师终于缓上了一口 坐在那大口地呼吸起来 几分钟之后 脸色渐渐好转 虽然苍白 不过还是有了几分血色 葛小友 真是太谢谢你了 老那这条命 是你救的无以为报啊 哎呀 我们这也算是以德报怨了吧 当初你们追杀我们这么惨 小羽还想着救你 我觉得他比你们佛祖还要慈悲呢 黑小色这时候啊 还是不忘言语两句 那禅木大师和两个特调组的人不由的脸色已红 有些尴尬 当初就是他们几个人死逼着要将他们几人给拿下 一路追杀到了隧道里 结果一同进入了这个地下空间之中 又一同落入了夜狼人的手中 当初在那满是红色棺材的山洞里 格宇他们完全有理由撇下他们不管 自己逃命 正好还能帮他们挡刀 而他们还是将他们给救下了 什么叫江湖道义 这就是了 当初老那也是一时糊涂 听了那苏秉义的话 早知道各小友是这样仁义之人 老那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陈木大师无需挂怀 你们佛教不是说了吗 救人以命胜造七级浮屠 我这也算是为自己增加善缘了 况且刚才陈木大师也是为了给我们争取时间 才拦住那些成经师的 如果没有你刚才束手 我们也逃不出来 能够逃出绝境 大家伙都有些惊魂未定 刚才真的是太危险了 牧师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 现在牧师的外边还有不少成经师在四处游走 有些趴在了地上 将那些长满长长的指尖给伸了进来 挠着地面发出了刺耳的声响 挣扎着想要进来 只是那缝隙太小了 挤破了脑袋也进不来 黎泽健坐在了地上 大口的呼吸 他的一条裤子都被鲜血给染红了 格宇走过去一瞧 发现他的伤口处红肿的厉害 灌穿上 现在还在隐隐透着血水 最后格宇帮着他简单地处理一下伤口 又给他吃了药 索性没有伤到筋骨 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够恢复 大家坐在地上恢复了片刻 黑小色起身四顾了一眼 突然说道 大伙不要觉得咱们进来这地方 就可以活命了啊 如果这是一处封闭的空间的话 咱们不是饿死就是渴死 还不如让那些成经石窑死给痛快呢 原本死里逃生 众人被黑小色这话一说 一个个全都将心给提了起来 大家会找找吧 看看这里还没有其他的出口 如果是死路的话 那怎么只能是等死了 随后几个人全都起身 朝着这个山洞的四周桥去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子梦幽龙 多奖 石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杨鸟喵 第1037集 空棺材 但竟这是一个巨大的石洞 石洞四周 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盏万年灯 散发着幽暗的火苗 将整个山洞 衬托得更加阴暗诡异 本来黑小色提议大家伙分开寻找出口 被黎泽剑给否定了 说不能分开 这个地方说不定还隐藏着什么更大的恐怖的东西 分开的话危险系数太大了 于是乎众人就聚拢在了一起 沿着这个墓室的一边仔细寻找了起来 这好像是一个主墓室 头顶上有一个圆形的穹顶 面积很大 整个墓室估计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在墓室的里边还有几根柱子 那柱子上面都有浮雕 上面最主要的东西 还是关于各种牛的形状 另外还有蝴蝶和一些古怪的虫子 墓室的墙壁四周都有彩绘 线条十分的简单 画的好像是打仗的场景 一个夜狼人身穿铠甲 跟一拨穿着汉朝战甲的人厮杀 场面十分壮烈 几个人对于这壁画没什么兴趣 也不想去研究 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他们只是想找一个出口 可是四个人花了大半个小时 将整个墓室走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任何出口 这里好像就是一个墓室 唯一的出口就是他们进来的那个墓道 这下可真的麻烦了 逃到这个墓室也不过是能够多苟活几天罢了 即便他们都是修行者 比普通人强了太多 不吃不喝 顶多也算是能撑上个半个月 还一样要死在这儿 哎呀 这下算求了 还是死路一条 黑爷还没娶媳妇 不想死在那儿黑乌隆隆的鬼地方啊 黑哥 你连大洋马都睡过了 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现在死了也不亏 格宇一边朝着四周瞧着 一边淡淡地说道 不到最后一刻 格宇很少有放弃的时候 他决定了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出去的话 他就出去帮着众人杀出一条血路来 因为格宇还有一个保命的绝招 而这个绝招 是他们这几个人任何人都没有的 那就是体内那个强大的意识 实在没办法了 格宇就去求死 不信那强大的意识会不出来 只要他出来了 别说外边那些成精师的 就算是上万的夜狼大军 估计也能杀他一个落花流水 咱们在四周都转了一圈吧 中间还没有去 中间的位置应该有一口棺材 棺材里边肯定是这牧师的正硕 大家伙觉得 这牧师里应该葬的什么人 老曹 咱们是找出口的 既不是盗墓也不是考古 管他这里埋的谁啊 跟咱们有个鸟关系啊 这当然有关系了 我在贵省特雕族待了十多年 曾经有一次见过一处夜狼人的墓葬 好像是一个夜狼的大将军的墓葬 夜狼人下葬都有一个特点 便是在主墓室留一处十分隐蔽的洞口 夜狼人十分迷信 觉得人死之后灵魂归天 像是夜狼人的大将军和重要人物 在他们认为就是天兽之人 是神仙下凡 当这些重要的人物死了之后 就要通过墓室里面那个隐蔽的洞口 让灵魂升天回归天天 继续当神仙 只要我们找到那个隐蔽的洞口 说不定就能出去 我靠 你不早说 那咱们赶紧过去找找 黑小色顿时改变了一种态度 快步朝着中间的位置走去 几个人都是修行者 在打开了天眼之后 又借助着墓室的万年灯 往前走了十几米之后 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一个棺材的轮廓 等走进了之后 发现还真是有一个棺材 很大的棺材 也不知道那棺材是什么材质做成的 但是一看到这口棺材的时候 众人的心再次悬了起来 因为这个棺材的颜色竟然是红的 血红血红的 更奇怪的是 这口棺材是打开的 棺材盖子就滚落在一旁 在那棺材的旁边 还有一个座椅 座椅也很大 背对着它们 看到这一幕 众人再次面面强去 不由自主地都紧张了起来 纷纷握紧了手中的法器 大家伙小心翼翼地朝着那个棺材 走了过去 低头朝着棺材里一瞧 不由得一惊 发现那棺材里边 空空如也 根本就没有尸体 我靠 尸体往那儿去了 大家伙面面相去 心中惊疑不定 很快 格宇的目光看向了棺材旁边的那个巨大的座椅 但见了座椅上有一具尸体 你们瞧 在座椅上有一具尸体 估计就是棺材里的正主了 众人顺着格宇指的方向看去 果真看到了那座椅上的尸体 尸体身形高大 已经成了一具干尸了 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 在那具尸体上有很多的蜘蛛网 差不多将那尸体给包裹了起来 这尸体不知道坐在这儿多少年远了 身上竟然结了这么厚一层的珠啊 也不知道他自己坐这里的 还是原本就被安置到了这个巨大的座椅上面 不过看到棺材盖子打开的情况 很有可能是他自己跑出来的 格宇看着座椅上的这具干尸 但是心里没来由的产生了一种危机之感 当即跟众人说道 这具尸体处处偷着诡异 大家伙尽量不要靠近它 以免发生什么意外 这尸体都成这个鬼样子了 皮包着骨头应该不会发生事变吧 一般能够成为僵尸的尸体 那都是不符不化 才能具备成为僵尸的条件 就他这样 我觉得玄剥掉一层皮就是骨头架子了 这些尸体有些邪门 我看着也觉得古怪 最好还是不要碰 听小语的 他在这方面是行家 大家伙找找吧 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隐蔽的通道 这是我们唯一走出去的希望了 随后众人就围拢着那棺材仔细地寻找了起来 棺材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十分沉重 格宇试着推了一下 推不动 黑小色胆子更大 直接跳进了棺材里边 将那棺材里的陪葬品都给倒腾了出来 他说他是想看看这棺材下边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可是格宇瞧向黑小色的时候 发现这小子摸着一块色泽很好的玉佩偷偷地藏了起来 嘿 这家伙还真是贼不走空啊 走到这个鬼地方活命都很困难 他还想着发财的勾当 心真不是一般的大 那棺材里边其实也没有多少陪葬品 一把古剑 几个玉佩 还有些宝石和瓶瓶罐罐的东西 估计是牧主人活着的时候十分喜爱的物件 黑小色江里边的东西全都倒腾了出来 下边是坚硬的板子 空空荡荡 实在是找不到哪里有机关 就在这个时候 格宇朝着那端坐在座椅上的尸体 再次看了过去 被油的颤动了一下 刚才看这具尸体的时候 尸体的眼睛是紧闭的 而且已经干瘪了 可是这会儿瞧去 那尸体却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 更让格宇感到意外的是 特调祖的那个小技 突然鬼使神差的朝着那具干尸走了过去 还伸出了手摸下了那具干尸 西大哥 你干什么呢 停下来 格宇看到那个小技 竟然伸手去摸那干尸 惊恐地大喊了一声 想要阻止他的动作 虽然他不知道这具干尸是什么东西 却隐隐觉得此物非比寻常 可能隐藏着什么大恐怖 外面的那些成经师已经很厉害了 而且这具尸体被安排在这么隐蔽的所在 显然地位不知道要比外面那些成经师高出多少 如果他也是一具僵尸的话 恐怕比外面那些成经师要高出很多道横 像这种未知的大恐怖能不碰最好不碰 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 格宇恨不得离得他远远的 可小技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 刚才格宇再三叮嘱 千万不要去触碰那具干尸 最好连靠近都不要 可是这小子竟然还敢伸手去摸 格宇大喊了一声 小技浑身一抖有些茫然地转过头来 看向了格宇 可是他那只手已经碰到了干尸的身上 他的表情有些茫然 好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触碰那干尸似的 脸上还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惊恐 格宇 我 我 快过来 不要碰那具干尸 小技刚张嘴想要说些什么 格宇紧接着再次说道 小技点了点头 连忙转身就要走到格宇这边来 他估计也是有些后怕 可是就在他转身的刹那间 那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干尸 突然伸出了一只干瘪的手臂 一下子就抓住了小技的胳膊 小技浑身一颤 缓缓地转过了头去 他看到了那具干尸 拉住了自己的手臂 顿时如遭雷击 猛地一甩想要将那手臂给甩脱掉 只是那手臂就像是针在了他身上一样 怎么都甩不掉 格宇正要上前帮忙 接下来发生了奇怪而恐怖的一幕 就连格宇也吓得不敢上前了 因为那干尸抓住小技的手 突然冒出了浓郁的白色烟雾 而小技的面孔 顿时也变得无比猙獰和扭曲了起来 他的脸迅速地苍老 然后干瘪 也就是两三秒钟的时间 整个人就变成了一具干尸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小技倒下去的时候大张着嘴巴 想要嘶吼来着 可是嗓子里竟然没来得及喊出任何声音 生命力就完全丧失了 而坐在那座椅上的干尸 此刻已经站了起来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那干尸原本干瘪的皮肉 顿时变得饱满了起来 有血有肉 此时已经跟一个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他竟然在两三秒的时间之内 吞噬掉了小技身上的能量和精气 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这种恐怖的手段闻所未闻 即便是五九阴的阴阳疤和无量洗髓精 想要吞噬一个人的能量 还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他几乎是瞬间完成 刚才吞噬了小技的干尸 喉咙里发出了一阵沙哑的声响 一双空洞洞的眼睛很快有了焦距 一开始赤红如血 然后变得黑白分明 在几秒钟的时间内 一具干尸 将一个活人变成了干尸 然后干尸吞噬精气和能量 快速地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这边的动静很快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纷纷朝着这边聚拢而来 小技 曹德茂看到小技被吞噬成了一具干尸 惊恐地大喊了一声 目自欲练 握着剑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他们是同事 都供置于西南角 眼看着自己的同事惨死在眼前 曹德茂是又惊又怒 同时还有一种深深的恐惧 他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大活人几秒钟之前还好好的 怎么转眼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尸体就好像是一具风干了几百年的干尸 身上已经没有任何水分和能量 一倒在地上 顿时摔成了好几节 干瘪的脑袋都滚落了下来 一直滚到了格宇的脚边 而那个吞噬了小技能量和精气的人 苏醒过来之后 目光却是波平如尽 没有意思波澜 很是随意的朝着众人这边扫了一眼 所有人都能够感觉到 一股透体的冰寒之意 直打骨髓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石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羊羊喵 第1038集 《独灭诗》 下一刻众人纷纷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 也说不上为什么 只是直觉觉得眼前这个人恐怖 这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恐惧 就像是人天生恐惧黑暗一样 这种无法言喻的恐惧愈言愈烈 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敢对眼前这个古怪的邪恶动手 你们是汉国人 刚才还是干尸的那个人突然开口说话 声音显得有些古怪 有些迟钝和沙哑 显然是许久都没有开口说过话了 你是什么人 格宇大着胆子问了一句 本王在这里沉睡了多年 本以为等到复国的时候才能重见天日 却没想到被你们这些汉国的探子给唤醒了 巴拉巴拉 这么多年 本王太寂寞了 我是无可不想着重新振兴我夜郎国 剿灭汉朝贼子 既然今日醒了 那就提前启动复国大计 那人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突然说出这一番不招边际的话 让人摸不清楚头脑 眼神之中有着说不出的狂热尽头 物资说了一通之后 那人的目光才再次落在了格宇他们几个人的身上 扫视了一拳之后 目光锁定到了格宇 然后又道 既然你们能够走到这里 说明你们都是汉国的顶尖高手 本来将你们几人的修为给吞了 本王的实力又将提升很大一个层次 且也是一件妙事 你你是两千多年前的叶狼王 星童 曹德茂好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有些惊恐的说道 星童 格宇心中一颤 终于记起了这个人 常文在西汉年间 叶狼王星童惹恼了汉朝 汉朝派大将陈利灭了叶狼国 斩杀了叶狼王星童 随后叶狼国战败 叶狼后裔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彻底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一个神秘的西南古国 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没有了 像是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样 只有在历史的典籍上 留下了一些只言片语 之前格宇他们搞明白了 叶狼国突然神秘消失的原因 可能是叶狼国的大祭司和一众巫师 找到了一个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 将整个叶狼国的人给举国迁移到了这里 一直忍辱负重 历经图治 希望有一天能够打回去覆灭了汉国 但是叶狼王被汉国大将陈利所杀之后 尸体却被叶狼国的人给带走了 也一并带到了这个叫做黑天狱的地方 当初格宇他们几个人一同进入这个墓室的时候 还觉得有些奇怪 到底是什么人能够拥有这么高规格的墓葬 外面几千具红色棺材作为陪葬 现在看来 如果这个墓室的主人是叶狼王 心童的话 一切就好理解了 在最为强盛时期的叶狼王 受到了整个叶狼国的拥护和爱戴 能够拥有这样的墓葬也就不足为奇了 叶狼王的确是死了 但是他现在却靠着吞噬小技的能量重新复活 但是此刻的叶狼王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活 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死人 而且是死后将自己炼化成了一个邪物 格宇仔细观察着眼前这个叶狼王 在心中暗自判断 他到底是个什么邪物 毛山派算是华夏道门之中 对于各种邪物最有研究的顶级宗闻 一般的僵尸邪物 格宇一眼就能瞧得出来 可是眼前的这个邪物看上去有些特别 让格宇一时间分辨不出 到底是个什么厉害的存在 不过格宇倒是能够从外边的那些成经师中 推算出眼前这个邪物是个什么东西 格宇第一个想到的是僵尸 绝大多数的僵尸都是没有自我意识的 即便是不久之前他们遇到的成经师 也仅仅只有一点朦胧的意识 算不上是顶级的僵尸 而眼前的叶狼王就厉害了 他不光有自己的意识 而且意识十分清晰 同时还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人吸成一具人杆转化为己用 格宇猜测即便是没有小季过去送死 眼前这个叶狼王也一样能够苏醒过来 通过刚才格宇对小季的表现来看 小季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站在叶狼王的身边 这家伙很有可能是一时好奇 盯着叶狼王的那一具干尸多看了几眼 那叶狼王睁开了眼睛 他的那双眼睛将小季给勾住了 所以才会不由自主地走到他的身边 闹到这个下场 一具僵尸兼具有清晰的意识吞噬他人的精绪的力量 同时一双狮眼还能对人产生极大的诱惑 通过这三点 格宇在脑海之中不断搜索关于这个邪物的特点 很快 格宇脑海之中便出现了一个恐怖的名词 不灭尸 所谓的不灭尸 便是不生不灭于天地永存 这种不灭尸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一种干尸的状态 甚至于几千上万年都保持这种状态 然而这么长的时间内他并不仅仅充当一具干尸的抉择 在那种沉寂的状态之下他无时无刻不再修行 以此来提升自己的道行 就在这个牧师外面的那几千具红色棺材 在那山洞里放着也不是摆设 几千具红色棺材一是自己修行 二是给这具不灭尸提供可以吞噬的尸器 帮助不灭尸修行 通过外面几千具棺材里的尸体 源源不断的给不灭尸提供尸器 他的道行才会与日俱增 他们之间是相互相成 相互依存的状态 同时这个山洞里的僵尸 还需要每隔上一段时间 送来活人放在山洞里边 给他们提供新鲜的血液 如果送来的人是修行者 那最好不过 因为修行者的血液对于僵尸来说 更是提升道行的大捕之物 阴差阳错之间 他们慌不择路 跑到了这个野狼王的墓室之中 这才是真正的刚出狼窝 又入虎穴 眼前的野狼王化作不灭尸 可比外面那些成精尸要恐怖得多 大家会小心了 眼前这位是一具极品僵尸 僵尸中的战斗机不灭尸 今天说不定咱们都要死在这里 你竟然识破了本王的身份 还算是有些见识 不是说不定 而是你们今天 全部都要死在这里 就凭你们几个 还想从本王这里活着离开吗 你们也太高估自己了吧 那野狼王一副满是灭尸的口吻说道 听到阁宇和夜狼王的话 几个人的脸色瞬间大变 然后各自后退了几步 扩大了对着一具不灭尸的包围圈 眼前的夜狼王在这里存在了两千多年 为了将其培养成一具顶级僵尸 整个夜狼后裔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 只是这个时候 众人也计较不了那么多了 活命要紧 黑哥我不信这个邪 自古邪不压正 黑小色首先出手 双手一振 顿时一大片红雾朝着那不灭尸笼罩了过去 他想要借助那些智虫的力量 将这不灭尸给啃成一堆白骨 可是他这样做完全是徒劳 格宇知道这不灭尸有多强 智虫对付人没啥问题 可是僵尸 不多时那些智虫就已经尽数落在了不灭尸身上 密密麻麻的一片 将那不灭尸给包围的滴水不露 还有一些智虫没了落脚的地方 就围绕着不灭尸飞舞寻找空隙 大家伙拭目以待 哼 雕虫小姐 不灭尸冷哼了一声 身上突然有黑色的湿气弥漫了出来 黑哥 赶紧将那智虫给召唤回来 格宇感觉到情况不妙大声喊道 黑小色连忙去召唤那些智虫 可是已经为时已晚了 等那不灭尸身上的智虫飘飞出来的时候 已经有大片大片的掉在地上 全都死透了 不过之前还有一些环绕在不灭尸周身的红色智虫 并没有被它散发出来的湿气沾染 有那么一小部分还是回到了黑小色的身体之中 虽然大部分智虫被消灭了 只要留下一部分 那智虫可以再生 倒也没有再担心什么 只是那恐怖的智虫被不灭时瞬间秒杀 这才是众人有些接受不了的事情 接下来黎泽剑和缠目打尸也紧跟着出手了 黎泽剑一上来就动用了小眼六变的手段 对付这种强大的存在 每个人都不敢保留任何势力 一动手便是最为恐怖的杀招 这术法一施展出来 顿时漫天剑影闪烁 几十个黎泽剑将那不灭时给团团包裹 几十把神剑追魂在头顶盘旋不定 人影和剑影重叠包围圈快速的缩小 这是黎泽剑的必杀之计 若非迫不得已绝不会施展出这一招来 而黎泽剑曾经跟众人说过 随着他修为不断的提升 即便是面对一个修为接近于地先水准的高手 想要接下自己这一招小眼六变那都很难 想要不受伤就更难了 一大片人影和剑影恍惚而过 坏的根本分辨不出来哪一个是真正的黎泽剑 伴随了一阵叮叮当当打铁铺子一般的声响 众人最后只听到发出砰的一声响 然后一个人影被崩飞了出来 静止飞出去了十多米远 撞在了不远处的墓壁之上 然后滚落在地 落在地上的人是黎泽剑 这一下可是受伤不轻啊 趴在地上大口的吐着血 神剑追魂就躺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已然失去了任何光芒 格宇和黑小色看了一眼黎泽剑 各自大惊失色 黑小色紧接着就奔了过去 将黎泽剑从地上搀扶了起来 黎泽剑刚要张口说些什么 再次呕出了一口鲜血出来 一下子就晕死了过去 这一撞之力五脏六腑肯定受了不少的震荡 内伤不轻 黎泽剑的小眼六变对付人类 哪怕是地先也没啥问题 可他面对的的确是一具顶级僵尸不灭尸 所有的僵尸都是刀枪不入的 即便是小眼六变摧动到极致的状态 也无法破开不灭尸的铜皮铁骨 就当黎泽剑被不灭尸一招打飞出去的时候 沉默大师紧接着也朝着不灭尸冲杀了过去 口中大喝了一声妖孽 松手同时掐绝 凝结出了一个降魔印 顿时周身金芒闪烁 在他的身前浮现出了一个大大的腕子出来 猛然间朝那不灭尸撞了过去 金色的光芒妖眼夺目 那一个大大的腕子也很快撞到了不灭尸的身上 一声哄响过后好似沉默撞大钟 没成想 禅木大师凝集出来的这一招降魔印 竟然将那不灭尸一下撞得后退了三四步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子梦幽龙 多奖 士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羊鸟喵 第1039集 我要送给你 佛家的手段对于各种邪物也有强大的克制作用 而且还让那不灭尸身上的尸气泄露出来了一些 然而这一下却是将不灭尸给激怒了 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猙獰扭曲 身形快速移动伸出一只手来 那只原本白皙如同女人一般的小手 瞬间变得清黑发紫 上面有锋利的指甲生长出来 而禅木大师打出这一招降魔印之后 灵力短时间枯竭 根本无法再应付这不灭尸 眼看着不灭尸就要奔到禅木大师身边的时候 陡然间一声轰响 金芒璀 但那曹德茂将东黄忠给记了出来 在那不灭尸还没有撞到禅木大师身边的时候 一下就挡在了他的面前 不灭尸并没有要躲闪的意思 直接撞在了东黄忠的上面 那东黄忠之上金色符文流转 一响的全都倾泻在了不灭尸身上 那不灭尸浑身一震 像是被定格在了原地 而后那东黄忠竟然又变大了一圈 金色的光芒溢满了整个墓室之中 加快了速度 再次朝着不灭尸狠狠地撞了过去 哼的一声巨响 那东黄忠又一次撞在不灭尸身上 这一次东黄忠的力量太强大了 竟然将那不灭尸给撞得崩飞了出去 像是炮弹一样深深地镶嵌在了石壁之上 抠都抠不下来那种 而催动东黄忠的曹德茂 双手掐掘控制着东黄忠 脸色憋得通红 额头之上全都是冷汗 其实曹德茂的修为并不是有多高 但是这东黄忠却是一个神器 在他的灵力牵引之下 却发挥出了如此强大的力量出来 将不灭尸撞飞了之后 东黄忠直接悬浮在了半空之中 物质晃动不已 而后被撞得镶嵌在墙壁之上的不灭尸 发出了声愤怨的嘶吼 物质晃动起了身体 不断有石屑从他身边速速地掉落下来 一只手臂从石缝之中抽了出来 然后是另一只手臂 最终不灭尸整个身体 都从墙壁之上抽离了出来 直接砸落在了地上 果真是汉国的探子 竟然拥有这等神器东黄忠 免我夜郎国之心不死啊 今天本王一定要将你们全部杀掉 那不灭尸说着再次挪动了脚步 朝着众人这边走来 而曹德茂再次一声大喊 催动起了东黄忠朝着不灭尸飞去 那东黄忠在他的权力加持之下 越变越大 金色的符纹倾泻在地上 将那不灭尸给团团包裹 不灭尸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惶恐不安的神色 东黄忠变大之后 陡然间重重地落了下来 直接将那不灭尸给罩在了下边 随后东黄忠变得越来越小 最后变得只有两米多高 恰巧能够将一个人给笼罩其中 此时格宇分明看到 曹德茂就站在那东黄忠的旁边 双手掐绝不断地朝着东黄忠上面拍去 每拍一下 东黄忠都会发出一声沉闷的哄响 与天地共鸣 格宇终于知道了 曹德茂当时是如何控制东黄忠的了 当初如果不是牙子在里边帮自己顶开了东黄忠 那他必死无疑 在外边拍一下东黄忠 里面便会产生极大的共振之力 一般的修行者一下都扛不住 众人施展出了各班手段 都没有将那不灭师怎么样 反而是将这法器东黄忠给记得出来 一下便将那不灭师给笼罩其中 不愧是华夏十大神器之一 即便是修为一般般 催动着东黄忠之后威力着实强大 搬随着曹茂德一下下掐着法掘 朝着东黄忠上拍去 那东黄忠也发出一阵阵沉闷的哄响 然而那曹德茂连着朝着东黄忠上面拍了数道法印 那东黄忠里边却没有任何的动静 格宇一直站在那静静的等待着 手中紧握着七星剑 如果曹德茂的东黄忠还是无法降服不灭师的话 那只有自己把命豁出去了 不灭师 格宇只是听师父说起过这种大凶之物 活了这二十多年还是头一次见 别说是他了 当初他师父陈元真人有没有见过不灭师 那老头也是没见过 老天爷倒是一点也不亏待格宇 什么邪乎事都让他碰上了 此时那曹德茂已经有些力竭了 身体摇摇晃晃 突然一下子栽倒在地上 格宇一看如此 连忙上前将他给搀扶了起来 东黄忠还没有缩小 维持着两三米的高度 依旧有符文在上面流转不定 至始至终那东黄忠里边都没有传来任何的动静 能不成那个不灭师已经被东黄忠给震住了 这还是有可能的 毕竟是华夏十大神器之一 将曹德茂给搀扶住之后 格宇连忙朝的嘴里塞了两颗快速恢复灵力的药丸 自然是薛家药部的特传 吞了之后 曹德茂他缓上一口气 有些虚弱地说道 哥 格宇 这会东黄忠里边没有任何动静 看来 那不灭师已经被东黄忠给震住了 曹德茂 曹德茂 你救了我没命 听他这般说 格宇便有些感激地说道 不成想 格宇这句话还没说完呢 那平放在地上的东黄忠突然自己发出了嗡的一声沉闷声响 虽然两人在外边 从那东黄忠上面飘出来的巨响 却犹如魔音观耳震聋发聩 那东黄忠想动之时形成的刚风 竟然推着格宇和曹德茂往一旁平移了半米之多 格宇倒是没什么太大的损伤 就是耳膜嗡嗡响 但是曹德茂作为的东黄忠的主人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脸色突然憋得脏红 身子直挺挺地坐了起来 身体绷得笔直 眼睛瞪得圆鼓鼓的 脸上的血管好像都要爆裂开来一样 虚余之间紧接着东黄忠又响起了第二声沉闷的声响 这一声响动 格宇便觉得有些天旋地转了 很快也明白了一件事 被压在下面的不密师并没有死 他开始在里边反击了 而且还是以齐人之道缓止齐人之身 他要用东黄忠杀了曹德茂 这第二声响起之后 曹德茂终于扛不住了 张口便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显然是受到了东黄忠的反噬之力 这法器越厉害 反噬之力就越强 不密师在东黄忠里边反击 却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法子 竟然反操控了东黄忠 喷出了一口鲜血之后 曹德茂强撑着再次掐了一个法掘 身体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看样子是想要再次重新操控东黄忠反击 只是不等待开始动作 紧接着第三声响再次传了过来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这口鲜血喷出来之后 曹德茂已经是脸色煞白 感觉随时都要丢掉性命一样 格宇看在眼里是急在心里 死死地抓着曹德茂的胳膊大声道 曹大哥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帮你 要不然你打开东黄忠 我来跟他不灭是干上一下 曹德茂瞪大了眼睛 这时候根本说不出话来 眼睛里全都是红色的血丝 一双手死死地抓住了格宇的胳膊 一张口便有鲜血顺着嘴角滑落 阿弥陀佛 这时候那禅慕大师突然宣了一声佛号 将脖子里挂着的一串佛珠 朝着东黄忠上面甩了过去 想来那一串佛珠也是鼎厉害的法器 飘飞出去之后 直接套在了东黄忠的上面 每一颗佛珠都变得如同篮球大小 上面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有大大小小的万字在那佛珠之上闪现不定 等到佛珠落在东黄忠上面之后 禅慕大师紧接着也奔到了东黄忠的旁边 双手再次截了降魔印 直接拍在东黄忠的上面 佛家的降魔印加上东黄忠的力量 一起克制着不灭师 随后第四声动静从那东黄忠上面响了起来 那围绕着东黄忠的佛珠随之光芒打胜 佛门力量的压制终于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饶是如此 那曹德茂的身体也是剧烈的颤抖了一下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曹德茂终于缓上了一口气 如果那禅慕大师不用佛门力量抵挡一下的话 这第四声钟响足以要了他的命 此时的曹德茂紧紧握着格宇的手 有些激动地说道 格宇兄弟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恐怕恐怕是不行了 男友 你没事 一定要撑住 格宇兄弟 我觉得这次肯定是顶不住了 陈茂大师的行为也当不住那不灭师 一会儿还要靠你来对付他 到时候我们可能全都会死 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就当 就当是我的临终遗言了 曹德茂死死地抓着格宇的手 激动地说道 格宇一咬牙 心想人家都快没命了 答应他又何妨啊 于是点了点头说道 好吧 曹大哥 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 就一定给你办到 绝不退迟 好 这可是你说的 不能反悔 嗯 我说的 东黄中 东黄中我要送给你 这是我们曹家 师太太传下来的法器 这宝贝 是有灵性的 只任一个主人 格宇听到曹德茂竟然说将东黄中送给自己 顿时吓了一跳 正所谓无功不受禄 这东黄中何其珍贵 格宇哪里会平白无故要别人的东西 曹大哥 这可恕不得 这是你们曹家的陈家宝 咱们才认识不过几个小时的光景 这法器 我是不会要的 这可是江湖大忌 去 去他娘的江湖大忌 现在 咱们都要死了 咱们这几人当中 就只有女修为最高 驾驭起着东黄中来 小狗不知道比我强出了多少 认死了 什么就都没有了 说不定 你能够用这东黄中 杀了不灭尸 咱们这些 能够活着走出去一个两个也好 说不定 这也是一个机会 格宇 虽然咱们认识没有多长时间 但是 我觉得 你是一个十足的大好人 也是可以值得信任的人 这东黄中 交到你手里 我最放心不过 东黄中这法器 灵气十足 他只能被一个人操控 这天下间 除了我之外 没有其他人能够操纵了 除非 我将法却传授给你 之后 这东黄中 就再也不受我的操控了 可遇 可遇 你 你 你不要回去 我 东黄中可以给你 担心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觉得 我是肯定无法活着离开了 你要是能够活着出去 就将东黄中也带出去 我 我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 二十年后 如果他走上了修行这条路 你可以 可以将东黄中 再交给我儿子 如果他没有走上修行者 这条路 你 你就自己留着东黄中 我现在是想明白了 修行者这条路 不好走 还不如让他做个普通人 拉拉文文的过一辈子 曹大哥 我 别说了 没时间了 陈黄大师根本撑不住 我现在 就将法学和口诀传授给你 你才是 看掉不灭时的唯一希望 好 东黄中我可以收下 如果我活着 一定将东黄中 还给你们曹家 如果你还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我出去就还给你 冬黄中认了新主人之后 最少十年 才会接纳新的重任 到时候我活着 也无法操控了 戈宇 别说了 我教你一生兄弟 你却听好了 操控东黄中的法觉和口诀 是这样的 我会听到这个地方 我会听到这个地方 都会发生的 游客 就是我 那我会听到这个地方 我会听到这个地方 我会听到这个地方 这些地方 我会听到这个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